Hello,今天是一期丝巾围巾的分享 其实在秋冬来讲,丝巾围巾不单单是说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就在一整身的搭配当中,它是可以增加衣服的层次感或者高级感的 尤其是像这种好看的花色,它是可以提亮你整个的肤色的 并且有些人可能脖子已经有颈纹了,那也可以拿这种丝巾给它挡一下 就能有很多的功能性 那既然是点缀,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质感好一些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围巾都是来自咱们国内一线的品牌代工厂出来的货 就从面料,做工,质感上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价格还都不贵 今天我会给大家分别试用一下每一款我自己的一个搭配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一个 第一款是很适合搭配衬衫或者稍微正视一点的衣服的一个小方巾 现在也不是方巾,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就是一个菱形的形状 它是有多种技法,你可以把它单纯的这样给它系在脖子上 然后也可以像我刚才一样把它藏在这个领子里面,露出一个小边边 就你经过不同的折法,它出来的配色是不一样的 有这种深棕色,然后也有这种明黄色,可以亮一点的 然后也可以有这种明黄色的,就是它的饱和度并不是很高 就是你可以一个丝巾搭出很多种色系 同时它也可以把它放在领子外面,这样当一个小领巾,当一个小配饰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把它放在领子里面 因为它这个材质是真丝加羊绒的,就料子特别特别软,而且很舒服 就贴着脖子是那种很暖的感觉 像秋冬来讲呢,真丝加羊绒的就保暖性会更好一些 像这样露一个小边边就感觉很低调,然后又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像这个颜色,它的状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它是大地色,然后明黄色,还有一个米色 这三个颜色就很适合秋冬去搭一些大地色的颜色 它还有一个墨绿色,墨绿色它是带着有一点点复古的气息 就感觉很文艺,也是比较适合搭上大地色系的一个条围巾 绿色就多加了一些条纹的元素,看着更加直畅一些 再看一下它的工艺,这个就是一个简编的工艺 它的工艺是那种有一点点毛虚感的 就让这个围巾看着更加有高级感,更加有层次立体感一些 这个是它对折之后的一个大小 其实这个大小是可以当做一个小披肩来用的 这么大的一块针丝加羊绒材质的 并且是这样一个简边的工艺 这个简边工艺不是所有的厂子都能做出来的 它从工厂下来才100多块钱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第二条是一个100%香蚕丝的围巾 我先不给大家看细节 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小 它是很大的一块,方巾 这么大的一块方巾价格才不到200块钱 你知道市面上卖珍稀的枕套便宜的也要大概100多 或者最便宜就是99这个样子 这个是一个方巾啊 它的大小几乎是可以做成两个整套了 那它的价格也不到200块钱 就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看起来是很贵不贵的 因为它是100%香蚕丝的 你看它的锤感然后光泽 它的这种柔顺度 质感非常好 并且它这上面是带有这种金色的蹄花的 你看它是一块简单的方巾 它边缘的位置都是需要手工卷边去给它定线的 它不是机器缝出来的 整套都是用机器给它砸 但是这个必须要有经验的老师傅 一点一点把这个边卷起来 然后拿手工缝线把这个边给它定住 所以是更费时间一些 它的长度还是挺长的 你可以搭一些这种长版的毛泥大衣或者羊毛大衣 它这种是真丝这种滑滑的质感 然后搭配那种羊毛 有一点哑光的质感 这种两种材质的壮大是非常显高级感的 就穿起来很显贵气的一个花色 就这个你别说当丝巾来用你回到家买回去做个枕巾 我觉得都是非常划算的 接下来再推荐一些偏保暖性的羊毛羊毛围巾 第一个是这个羊毛围巾 这个也是性价比超级高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金仿羊毛 就羊毛它是分两种的 一种是粗仿的 粗仿就是像有些毛衣 虽然是羊毛 但你穿着是非常的渣 但金仿的呢 就贴在皮肤上它其实一点都不渣 摸起来有一点点像羊种的触感了 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跟我一样 冬天里边纯色的衣服特别多 我就非常推荐你们入这个千鸟格的 千鸟格它的这个花色 能让纯色的衣服更加有丰富感一些 然后整个颜色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单调了 这个是一个黑色格的 它壮色的是一个米色 它并不是那种纯白色 因为黑白去搭的话 就可能对比性太强了 然后用的这种暖米色呢 就没有那么感觉壮的那种感觉 你像搭一些米色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都是可以的 它还有一个酒红色的 这个红色它别搭的一个颜色是灰色 这两个颜色搭起来就看着很高级 冬天跟黑色最搭的其实就是酒红色 这个颜色其实也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我这两个颜色都是自留了 觉得真的太难以选择了 反正这个价格也不贵 像这个100%的一个纯羊毛 然后又这么的大 它其实宽度还是挺宽的 然后又很长 这么一大块才100出头 所以我就两块都留下来了 接下来推荐的这一条呢 它是这里面最昂贵的一条 也算是围巾这个领域里面 它材质最贵的一个 它是100%纯山羊绒的 那山羊绒它是贴着山羊最表面的那一层绒 就它是很少的 而且很贵 大家买过这个羊绒大衣的 肯定都知道 它一个大衣做下来的话 要好几千块钱 那像这个围巾它的大小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条尾巾 它整个的一个宽度 宽度是非常宽的 就可以当做一个披肩来用的一个宽度 我家里边光线不是很好 但是大概从视频里边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山羊绒呈现出那种 非常柔和的光泽感 就很显高级 即使是一个不懂面料的朋友 就当他看到这种光泽度的时候 摸到这个面料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它非常的贵 而且它这个面料上面是带有水波纹的 就在白天的时候 尤其是阳光下 这个水波纹呈现出的那种光泽感 就会非常非常的显质感 会有一种金光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要是已经上一点年纪了 就有自己经济能力了 或者是想送给父母 我觉得陆一条这种基础款的山羊绒 也是非常值得的 就它是不挑人 而且也是很百搭 然后又能体现出质感的一个围巾 这个有四个颜色 我记得这个是焦糖色 也是我自己自留的一个颜色 因为这个它泛出的那种光泽感 我是最喜欢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浅米色的 红色颜色实际上要比你们现在看视频里面的更暗一点 会更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灰色 但灰色当时已经没货了 我就只把这三条拿回来了 其实这几个颜色男士女士都是可以驾驭的 你们可以给爸爸或者男朋友入这个 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山羊绒 它卖的并不贵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厂子它特别大 每年采购羊绒和羊毛就是量特别特别多 所以它的采购价拿的也会更低一些 那它出来的品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所以厂子里面出来的又没有品牌一架就会更合适一些 最后一款是一个羊毛披肩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很大的一个羊毛披肩前面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的长度像我1米68的身高 它几乎都快到我膝盖关节的那个位置了 非常的大 然后也很暖和 因为这个是100%纯羊毛的 它不单单是只可以当披风 你这样搭一个腰带它可以当做一个上衣去穿 搭一个靴子就可以了 它的实用性非常强 放在家里面沙发上或者办公室里或者车上 有点冷的时候这样一披 像它的这个羊毛也是那种很亲肤的很软的羊毛 就贴在身上不扎的那种 然后边缘的走线做工 就大厂出来的它的做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走线非常非常整齐 当然最重要想给你们推荐的理由 还是在性价比上 就这么大的一块纯羊毛的毯子 它的价格才300多块钱 你要知道就有一件羊毛的毛衣 它的价格下来也要两三百 而且这样的大毯子 它可以做两三件这样的毛衣 就用料非常的足 只要这个毯子你是平时经常能用到它的 这个钱就能值回来了 像一件毛衣可能也就穿一记 明年起球就不穿了 但是这种毯子 你只要护理好 你用个几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以上这些材质上相对比较贵的这些维建 我还给你们找了两个 就价格不是很贵 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毛毛的围巾 这个围巾比网上的那些 就是毛毛感要厚实很多 然后这个毛毛贴着皮肤也会很舒服 它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扣袋 其实也很好看 它的价格才30多块钱 还有一个是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也是就比网上的 那个做的厚实很多很多 你看它这个耳朵 然后这个脚都是做的比较厚实的 毛感也非常的轻浮 然后这个这样围过来是一个围巾 然后下面呢它有两个口袋 这个口袋就可以当做手套 就特别特别可爱 这个的价格才50多块钱 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 也是明天给大家做秒杀的 如果说你是风格上比较偏可爱的 或者是给孩子买的话 年纪比较小 你就可以入这个 那以上的这些款式呢 会在明天晚上8点准时开团 同时呢会给大家进行一场直播 直播里面其实还有更多的款式 就是直接去工厂给大家去看 那如果大家还需要其他款式 或者是想送给妈妈的这些丝巾 你们就来明天的直播间 会有非常多的款式 而且价格是工厂的价格 就很便宜 同时直播间里面 我们也会做一些初奖的互动 那就看大家手气了 明天见